来 先生 拿好啊 谢谢啊 我们走吧 万一下次再来啊 你这么长时间 都没有来我们店里 是不是也被我吓跑了 我出差了 清岛 四个月 你说上海这么大 你为什么偏偏喜欢 来我们店里啊 因为很干净 而且停车很方便 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了 我发现啊 我跟你说 我的脑子真的是缺根筋 你也想想那天 你明明都已经失业了 你怎么可能 又把车开到我们店里来嘛 你肯定不是司机呀 对不对 我是怎么想的 我可以理解你的猜测 我小的时候就很喜欢汽车 前净有一段时间 我都觉得我长大 就是要当一个汽车修理工 就是要当一个汽车修理工 真的啊 那你能不能说一说 当翻译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是不是一种全新的感受 感觉有点 掉价 掉价 翻译是一种很崇高的职业 我不是指那样的意思吗 我不是指那样的意思吗 这样子吧 我跟你稍微介绍一下 GMF的结构图 我的爷爷 是在这个地方 爷爷的下面呢 是我哥哥 我 还有董事会 那这三个下面呢 就是有分公司 公司 公司 那在公司下面有很多部门 部门接部门 部门接部门 那在一直下下 到最下面 最下面 最下面 到这么低呢 有一个建材公司 这么低啊 你听得懂吗 你听得懂吗 反正这个建材公司呢 就是上次 你记不记得你画了那个地图 介绍我去翻译的 那个意大利公司 我们还打了一场价 就是那个建材公司 那这么说 貌似你好像是有一点点 那什么 不止一点点 很多 我都不知道 如果我回总部的时候 看到那几个人 我不知道跟他们说什么 那我们大家都吃亏了 就算扯平了吧 所以 这样你就可以原谅我了 那你以后 还会不会来我们店里啊 你要我去吗 我就是想说 其实很多人都希望你去啊 如果你想我去 如果你想我去 我就去 其实那天吧 我跟你说 我说话也是有点太重了 其实我这个人呢 就这样哦 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 大人不借小人瓜 来 那 干了这杯 我们俩之间的恩怨 就一笔勾销了 干杯 我不喝酒 第一 我要开车 安全第一 第二 因为身材的关系 所以我不能喝酒 你喝吧 所以 那你以水带酒好吧 我们俩碰一下总可以吧 干杯 干杯 一个人 所以你家 就你一个孩子 有兄弟姐妹吗 我呢 还有一个弟弟 叫谢小冬 小伙三岁 谢小冬 所以你是秋千森的 他是冬天森的 一眼击中 我是夸你聪明了 笨死了 你呢 你家有没有兄弟姐妹啊 我有个哥哥 叫王继川 大午睡 你见过的 你们从来打不打架呀 从小打了大 一直到现在 王继川 王立川 你们的名字好像都跟水有关系 他们都说我们两个五行缺水 等等 所以你的父母才想让你们来上海工作 为的是让你们俩多沾水器 对不对 我也一言击中 我怎么会这么聪明啊 我太聪明了 我的父母过世了 车祸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没关系 我也在车子里面 你也在车子里面啊 但是我活了 所以我还在 那你命真的很大耶 像你这样 应该去买彩票的 你跟我想的一样 真买了啊 中了没有啊 我中了十块 好多哦 这样吧 为了你大难不死 必有厚福干杯 碰一下啦 你这个 干嘛啦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哪个意思啊 我是说你身上穿的那个字 叫南 南什么高中 是你的中学吗 你说这个啊 对 这个 南池高中 我的家乡在各旧 南池高中在各旧 各旧 各旧 在云南省 听起来 离上海很远 坐火车的话 要三天两夜 今天这顿饭呢 我来请哦 千万不要跟我抢 你要不要少喝一点啊 我送你回家 我没有醉啊 你都没有吃耶 我跟你说 这个羊肉串呢 非常非常好吃的 我每次来都会点很多 你吃一串嘛 你吃一串嘛 这个这个 这个肉串 这个也很好吃的 要不要吃一串 尝一下 真的很好吃 小秋 这个肉串还在你的嘴巴里 小秋 你真的喝醉了啊 这个肉串还在你的嘴巴里 吃一个肉串 你醒一醒啊 小秋 小车这边 上去 这边 这边 这边站着 这边靠一下 这边不能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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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那边坐一下吧 这边 这边 走 走 你告诉我你的地址 这边不能 你告诉我你的地址在哪里 我送你回家 小秋 那你先把鞋子脱掉了吧 喂 小秋 这边不能睡 你要睡的话去客房睡 我这边有客房 小秋 小秋 有一天 这边不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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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